好 各位同学 那么这一课呢我们来看到是均值不等式综合 那么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来看一下就是常见的均值不等式变形的技巧 大家都知道这个均值不等式呢 我们在高中间呢学的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就是两个元素相关的 对吧 如果我们拓展的话可以拓展三个 N个 但那个是进三里要求 我们不需要的 知道那么多 但是就算是两个元素的这种均值不等式呢 很多时候它也是有一定的技巧性 而且不等式本身的话技巧性呢就比较的高 那我们将通过这一讲来带领大家看一看 就是我们常见的在高考当中 它会涉及到或者考察到的这种简单的技巧 就是均值不等式有可能是高考会出一道小题 无论是填空还是选择 那么往往可能就是考一个这种臭的技巧 主要是臭 两点水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那个节奏的做 OK 那么在我们讲题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对吧 就是大家是否还记得均值不等式 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你们是否能在脑海当中非常快速的把那四个给写出来 就是我们在课本上给的主要是一个 对吧 R分之一加B 大一等于根号AB 那么可能还会补充一个R分之根号 A方加B方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均值不等式是有四个 然后拿三个不等号连接在一起 对吧 就是最大的呢 是这个 大一等于R分之一加B 大一等于根号AB 大一等于R除以A分之一加上B分之一 对吧 那么从这个左到右 这是我们平方平均数 这是什么 这是算数平均数 对吧 这是几何平均数 这是调和平均数 这是后面这个应该说看的并不多 那大家不放K字吗 可以记一下 而且可能一些我们的创新体 就可能会出一些这种调和的问题 对吧 什么调和不等式 或者说什么调和数列 这样的东西 那么你要去明白 调和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吧 就在这地方会出现 这是调和平均数 OK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均值不等式的话 你手下你要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 这是什么 就是它这个每个数呢 都一定要是正的 对吧 就是A和B呢 都要是正的 我们才能够怎么 均用均值不等式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去等号的条件 当然也并不是说 我们这个为负就不能用均值不等式 只不过要做一个简单的 变形由负变正 对吧 比如说X加X分之一 当X大零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它有最小值是R 就是大X等X等一的时候呢 取得比较值 如果说是X加上X分之一 然后X小于零呢 它会有什么值啊 它会有最大值是负二 对不对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如果X小于零 X加上X分之一 等于负 负X加上负X分之一 好 就是你通过提一个负号呢 里面这个都变成正的了 对不对 里面都变成正的 就是把负X和负X分之一呢 去用均值不等式会大于等于二 由于前面有负号 所以会变成呢 小一等于负二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 我们小小注意 第一就是都要为正 第二呢 区等号条件 我们后面呢 会有题目涉及到区等号条件 那么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看 好 那么前面的铺垫呢 我们讲这个地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题目 来 就是前面的题目相对都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来小试伸手一下 后面的题目呢 会很有难度 来看第一个 就是要求这个函数的最小值 并且求出它取得最小值之后 X的值是多少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吧 就是要求这两个相加的最小值 可能你会第一时间想到什么 均值不等式 就是A加B 大等于两倍 根号AB 然后你再去仔细想一想 这个地方会发现 就是如果对这条题目 直径均值不等式的话 这个A乘B 就是X平方 乘以X平方加一分之四呢 并不是一个定值 对不对 这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乘级 如果你想求两个核的最小值 往往会希望什么 两个G 是一个定值 如果它不是一个给定的定值呢 你可能需要怎么 去通过配 或者去凑 把它凑了一个定值 对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很好错的 就是 X平方和X平方加一分之四呢 其实会在于就是这个和这个 就是这个分母和这个没法约掉 那么你为了实行约掉的话 就给它加个一 然后我们再减一 是不是可以了 就是你加了个一的话 G会实现它和它相乘 会把分母怎么给约掉 对吧 那么就会只剩下一个四 OK 那么是不是就会非常简单了 就大于等于什么 大于等于两倍 它们相乘开根号 对吧 也就是2乘以2 怎么样 等于2 对不对 所以X平方会等于1 X呢 就是正负1 OK 这个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吧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A 要求这个2X平方加4除原4X大人的最小值是多少 来 这个怎么算 怎么算 就是这一道题的话 如果大家在我们必修一那一块讲分式函数你学的非常扎实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难度的 这是一个2次比1次的分式函数最值求解 对不对 那么2次比1次的分式函数最值求解的话 你还记得怎么做呢 而且它的分母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X 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手法就是去做什么 做分离 对吧 就是把这个除下 然后它除一下 然后就把它实现什么 实现分开 2X平方除以X呢 就是2X 4除以X呢 就是X分之4 那么分完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均值不等式 就大于等于两倍 它们相乘开根号 就是两倍根号乘以R就是四倍根号2 对不对 那么趋道条件也非常好确定 就是这两个的嘛 相等 会得到X平方等于R X呢就等于根号2 对不对 所以就直接的嘛 分离就可以了 好 来看下一个 X除以X平方加X加4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那么这个和刚才的区别在于 刚才前面是R次比R次 这个地方是R次比R次 对吧 那么R次比R次怎么做呢 你可以说去采用一个什么 采用一个转换把它变成R次比R次 也可以直接来算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说两边同时取个倒数 那么右边变成了R次比R次 对吧 也可以我不管这个 直接怎么 直接上下同时处于X 对不对 那么不妨就怎么 上下同时处于X来看一下 就是上下同时处于X的话 这个右边会变成 1除以X加上X分之4 那再上1 对吧 那么要求这个最大值 就意味着求分母的最小值 分母最小值 怎么求 X加X分之4 再加1呢 就是X加X分之4呢 会大于等于什么 两倍它们相乘开根号 也就是多 也就是2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会大于等于2 大于等于4 因为还有个两倍 那么4加1就是5 所以呢 会是小小点5分之1 对吧 是不是也非常非常简单 OK 来我们看一道 稍微有点挑战的题 X的四次方 加上一个RX的平方 再加4 除以X平方加 怎么做 稍微有一点点挑战 就是比刚才的题目 是有一点挑战 但是其实也并不难 怎么做 有些朋友说 这个地方是四次比二次 怎么办 就是看到或者想到 四次就会有点 黄阔 但其实没有必要 为什么 就是你如果做一个 简单的换源 你把X平方 X平方换成T 那么不就是一个 T方加2 T加4 除以T加2吗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R次比一次的求解 对吧 那么只不过比我们 刚才的R次比一次的求解 复杂点在于 就是我们分母 不再是一个 简单的字笔量 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T 而是带了一个尾巴 T加2 对吧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怎么办 完全一样 就怎么办 不就是做一个换源吗 就是我们在分式函数 值于那块球鸡 讲得很明白 对吧 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换源 比如说T等于X平方 加上R 就是你直接把我们的分母给换掉 对不对 就是我们这时候分母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那么分子是怎样的呢 那么不就是往回带去化简吗 反正我们能够保证的是分母会很简单 对吧 分子可能需要化简求解一定时间 但是化简完以后你基本上可以预料到 它肯定是一个关于T的R次多项式 对吧 关于T的R次多项式 除以T的话 那么会变成一个什么呢 非常简单的R次比一次的A 最值求解 对不对 我们快速的来算一下 T等X平方加2 那么呢 X平方会等于T点R X平方的T点R呢 往回带就是T点R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T点R 然后再呢 再加4 分子计划简是T方减4T 然后再加4 加上RT减4 然后再加4 那么这个和这个约调 然后呢 这个和这个约调就是一个负2T 对吧 那么所以分子会变成T方减2T 再加4 那么除以T呢 就做一个分离 是不是可以了 分离完以后会得到是什么 会得到T加上T分之4 那再见了 对吧 OK来 我们继续 就是要求最要值的话 那么同学们应该会 第一时间想到什么 想到说A 不就是T呢 T加T分之4呢 会大一点 两倍它们相乘开靠 就是R乘以R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4 那么4减啊 就是R 对吧 OK 好 如果我问你一个 它们区的话 条件是什么 你怎么办 主要 就是这个取到最小值 对应的X是多少 怎么去啊 就是利用它和它相等 去然后应该数我们T等于2 T等于2往回 但汇到了X等于0 对吧 所以汇到了X等于的时候呢 它取到最小值 所以我这一块还想再叮嘱强调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有的时候呢 用均值不等式确实很快 对吧 但是快的时候还要多想一想 我能不能取到 对啊 快的时候还要多想一想 我能不能够取到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待会集合下面道题目呢 我们来去做一个简单的拓展 看一看 好 这要题 要求它的标志怎么办 这又是个分式结构 对吧 那么这个分母是x平方加 分母是x平方加一块根号 分子是x平方加上2 那么这个怎么求呢 怎么求啊 就是我们分母是个R次的 对吧 分子呢是一个根式 其实大家很多时候 你看在根式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见它的根式里面是什么 根式里面是个R次 对吧 根式里面是R次的话 那么开个根号呢 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什么 一次的 对吧 那么这个R次比一次 那么怎么办呢 你肯定要去做什么 做分离 对不对 就是这个地方有两个方法 就是一 直接分离 二 你看的分母很不爽 对吧 你给我一个根号x平方加一 这样的东西放在这 我看了你很不爽 那么很不爽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做什么 做换圆 就是把根号x平方加一 等于t 是不是直接换掉 分母就会变成t 分子呢 根号x平方加一等于t的话 x平方会等于t方减一 对吧 x平方等于t方减一的话 那么这个分子就是t方减一再加R 也就是t方加一 那么画解就是t加上t分之一 对不对 好 它这t加t分之一的话 那么就会得到它的最小值是2 当t等于1时候呢 取到2 那么对应的x呢 就会等于0 对不对 这个是很简单的啊 那么你直接去呢 直接分离怎么分离呢 那么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技巧 就是你需要把这个分子呢 做一个这样的拆分 那么这样的拆分目的何在呢 这样拆分的目的 其实会在于就是前面可以猜出一个 和下面呢 可以去做呢 做约去除法的一个式子 对吧 x平方加1除以更好x平方加1呢 就是更好x平方加1 加上更好x平方加1 分之一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话 它们两个相乘还会等 也会等于个定值 那么可以直接求你 OK 好 那么把这道题稍微的改变一下 来注意看 变成什么呢 OK 如果要求它的最小值这么巧 注意啊 如果要求它最小值这么巧 有时候可能看到这道题目 然后和我们这道题目 去做一个联想 就觉得非常简单 对吧 So easy 就是要么换圆 要么直接分离 都可以 对吧 那我们不妨直接分离一下 分离的话就是把我猜一下 对吧 变成4加1 然后呢 x平方加4 除以它就是一个 更好x平方加4 后面是加上 更好x平方加4分之一 就是你看上去 好像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呢 它们两个相乘 还是一个定值一 对吧 所以大而等于两倍 它们相乘就是一个2 然后就很高兴的写个R 但是其实它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 你能否看出来呢 就是这两个 如果相等的话 你会发现 x是无解的 就是更好x平方加4 和更好x平方加4 分之一相等的话 意味着x平方加4等于 x平方加4等于1的话 x呢 x平方等于-3 这个有解嘛 这是在我们现阶段的 知识内是无解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其实取不到最小值2 对吧 所以千万以后注意啊 就是要想清楚 它能否取到最小值 不要一看到这种东西 对吧 就激动的不行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 就直接这么大来等于R 但其实它是取不到R OK